这是我们打完包后的战场 一般这些破的止咳的啥的 我爸都拿去卖废品了 然后给萌萌翘换铃铅 这个锅里边煮了三磅包米 什么啥的午饭 也不算是午饭了 就是对付一口 煎食 煎食 爸你估计一下 那个能卖多少钱 50块钱 50块钱能卖 瓶子也滑了出来了 老大爷就有个瓶了 这都是平时我爸攒的 这几个箱就是每天打完包剩下的 他就都拿走了 路面好了 我每次吃玉米的方式是这样的 我今天一共就煮了三根玉米 结果我姐夫回来了 然后我们收好了我们椰杀一人一根 我爸就去卖废品去了 我在怀疑他卖废品的路上可能就跑路了 上菜篮了 但也不敢动 结果你先饿一会 看我爸饿不回来 我不吃 别的 那要不然就没人吃了 回来了 叫爸回来了 我给他穿了 卖多钱呢 卖了10块钱 哎呀 比预估的多呀 这啥啥的吗 多大吗 你家手机这么大 平板的吧 小平板 平板前面还有摄像头 咱俩哪有东西还小平板啊 咱家伯有别的家没有吗 可能曾经有曾经买的呗 其实我现在吃玉米是为了房子 一会儿跟我姐去逛街 怕再乱看一会儿吃了再买了 吃饱了就不用了 是吧 嗯 赚钱 看我想卖瘦的 你们记不记得他之前穿这个背带裤 五倍熊腰的 然后那个腿老肥了 现在滴了一下裤子有没有 你看你再转回去 对他现在瘦很多了 我发现了啊 衣服不是不好看 我买衣服为什么老采雷 我是比小妹胖的事 没毛病 你这个硬 拿了拿 大正吃吧还有 他吃完饭回来的 问他 你会有点啥呀 老赞不要大女士吃饭 问他 咱爸是没定情就操花 少厨衣水凉快 咱们那风景疼的包里 你们知道今天晚上多少度吗 10度 现在是189度 先好好下 Sara 踪这天又要下了 好 可不可以 NFL